王羲之吃墨习字 王羲之是中国东晋时期的著名书法家 他的书法记忆特别高超 被人们称为书胜 王羲之写的蓝亭集序 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大家都知道 用毛笔写字并不容易 王羲之到底是怎样练出了这一首好字的呢 王羲之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练习书法 而且很刻苦 甚至连吃饭的时候他都不放过 有一天他在书房专心练字 连吃饭都忘了 妈妈就给他送了过来 羲之 这是你最爱吃的肉酱和馒头 你快吃吧 吃完了再写 好的 知道了 他虽然嘴上答应着 手却还在继续写着 妈妈没有办法 只好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再来的时候 看见王羲之 看见王羲之正拿着一个沾满墨汁的馒头往嘴里送 弄得满嘴乌黑 妈妈忍不住笑出了声 王羲之 王羲之不明白原因就来到了镜子前 他看见自己的样子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原来王羲之一边吃馒头一边练字 挫饱墨汁当成肉酱战了 妈妈心疼地对王羲之说 孩子 你要保重身体呀 你的字已经写得很好了 为什么还要这样苦练呢 王羲之抬起头认真的说 我的字虽然写得比以前好了 可那都是学习的别人的写法 我要有自己的写法 那就非得下苦功夫不可 王羲之刻苦练字 一练就是好多年 据说他写字用坏的毛笔 堆在一起成了一座小山 人们叫他笔山 他家附近有一个小水池 王羲之常在这个水池里 洗毛笔和雁台 后来水池的水都变黑了 人们就把这个小水池叫做墨池 经过长时间的钻研 王羲之终于写出了一种 特别优美的新字体 大家都称赞他写的字 像彩云一样轻盈 又像飞龙一样雄剑有力 再后来 他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杰出的书法家 小朋友们 王羲之的书法技艺 之所以那么高昌 是因为他每天刻苦练习 并且坚持了很多年 如果你在学习弹琴 画画 跳舞 或者书法等 也要像他一样刻苦练习 并且长期坚持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三明镜